小人 小人 佩玉 你聽我解釋 你覺得騙我很好玩是嗎 我什麼時候騙你了 我還問你要怎麼樣 讓喬帆哥喜歡上我 你幫我出了那麼多主意 結果讓喬帆哥更討厭我 你一定覺得很開心對吧 怪就怪我自己太笨 掉入你涉及的陷阱 奇怪了 你跟喬帆是你們之間的問題 扯到我幹嘛 告白失敗還來怪我 我到現在才終於懂 我就想說你怎麼可能 無緣無故那麼關心我 結果你早就對喬帆哥有所打算 我真的是 我好心還要被你誤解 說誤解嗎 那你敢不敢發誓 說你永遠不可能喜歡喬帆哥 我這一輩子不會跟他在一起 我為什麼要發誓 他喜不喜歡你關我什麼事啊 所以你不敢發誓嘛 那你就是喜歡他囉 沒關係 反正你對他也不會是真心的 你只是想要利用他陪你 度過你現在失戀的痛苦而已 你夠了喔 我跟你沒什麼好說的 你不知道他有多愛我姐姐 我姐姐走的時候 他把自己鎖在姐姐的房間裡面 好幾個月 是我 是我每天幫他送吃的送喝的 還隔著門板安慰他 他才能走出來 你都不知道他跟我們家的感情有多深 反正你是永遠無法取代我姐姐 在他心中的位子 陳文綺 我拜託你不要再去找別的男人了好不好 我真的很喜歡你 沒有爸爸媽媽 而且我還是醫生店的老闆 在你的條件裡我們有九十分至少也有八十分吧 你不知道他有多愛我姐姐 你都不知道他跟我們家的感情有多深 反正你是永遠無法取代我姐姐在他心中的位子 喂 我有一些事想問你 可以啊 你問 是關於 配瑜他姐姐的事 那你下班 過來我店裡吧 我暫時不想去你那裡 不然 回去你家找你 你也不要來我家 那怎麼辦 喂 這些事 我不想在電話裡面講 那我們約在窗前好了 謝謝 謝謝 配瑜的心情還好嗎 還是不想要跟我說話 不過他明考試我會去配考 也許等他考完試了 心情也會比較放鬆 你能不能跟我說一下 你跟你前女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配瑜不是都跟你說過了嗎 我不想只聽他的說法 我也想聽你的 那天天氣很好 天空很爛 配方是海洋生物學系的 他說要做報告 要我帶他去潛水拍照 我就帶他去 一開始很順利 一開始很順利 後來他打手是說 要回船上拿豆漬 我就繼續拍照了 拍了好久 他都沒回來 後來我回到船上 我才發現 我才發現 他其實一直沒有上來 我就開始找他 一直找 一直找 我把氣餅都用完了 天色開始黑了 水裡面的雨 好像都不見了一樣 我突然覺得 原本我熟悉的那個還好陌生 他好像這樣 變成一個很深很深的深淵 就這樣把配方永遠都帶走了 然後再吃一顆 我再吃一顆 他都不見了 還有些什麼 我又去哪這個 現在我們有的